众所周知 秦朝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 然而 他并未策立皇后 因此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 并非秦始皇的夫人 此外 秦始皇的儿子秦二是胡海继位后 以效仿其父 没有立后 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 并非出现在秦朝 所以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但第一位皇后的诞生却是在汉朝 他就是汉高所刘邦的妻子吕智 一提到吕智 人们就会想到这个女人的冷酷无情 尤其是在刘邦去世之后 他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权 大力提拔吕家 对刘邦的妃子们也毫不留情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对刘邦生前最宠爱的妻夫人 竟然残忍地做出了人质的行径 后世对吕后的评价 往往聚焦于他的凶才狠辣 这种特点使他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 实际上吕后并不只是残忍和狠毒的象征 尽管她的确实施了严厉的手段 但她在历史上的角色和命运 却也同样充满了悲剧性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 史记中唯一的女性传记 她的故事揭示了 她作为女人的脆弱和无奈 从历史背景来看 吕后的狠辣其实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一种应对 在这个充满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的时代 如果她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手段 她可能无法在宫廷中立足 甚至可能失去生命 因此她的狠辣是生存的必要手段 是她在这个特殊时代中求生的方式 吕后和吕家的故事 需要从一次决定性的搬家事件说起 正史上并未详述吕家的起源 但根据山东善线的历史背景和吕氏的姓氏 许多历史学家猜测 他们可能是江子牙的后代 这个猜测虽然缺乏确凿证据 但也不无道理 因为那位大名鼎鼎的江太公 即将子牙在山东就藩 并建立了齐国 自此之后 从西州到春秋后期 吕家一直是齐国的公总 使得吕氏成为山东的大士族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之后 吕家的地位被田家篡夺 这就是历史上的田氏带齐 简单来说 在战国之前 齐国是由吕家统治的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之后 江山易主改由田家掌控 尽管如此 吕家在山东地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比如吕不韦作为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他的家族吕氏在当时也举足轻重 有趣的是 吕不韦与后来的吕后之间 或许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呢 吕后小的时候 他们家境殷实 生活富足 根据史书记载 少女时代的吕志曾过着安逸的生活 如果没有意外的变故 他可能会按照家人的安排 嫁给一个优秀的年轻男子 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 命运的转折点来得太快 吕家在当地无意间冒犯了某位权贵 迫使他们举家搬迁 关于吕家搬迁的具体原因 史书上的记载语焉不详 据史书记载 吕家原本居住在山东善县一带 由于得罪了某人或某势力 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 前往距离约200多里的沛县 这个决定改变了吕家的命运 也改变了吕智的人生轨迹 吕家选择搬家到沛县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吕智的父亲和沛县的县令是好朋友关系 当吕家来到沛县后 这位县令非常热忱 并亲自安排了一场桥前庆祝宴会 邀请了整个沛县的权贵们 包括组织部部长萧和 这位县令的意图明显 即告诉众人 吕家是他的盟友 所有人应对吕家以礼相待 面对这位县令的明确指示 沛县的达官贵人们自然纷纷出席 以示尊敬 在这场宴会上 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小插曲 就在宴会即将开始之际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突然出现在吕家 声称自己带来了一万钱作为贺礼 在那个时代 这一万钱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相当于现代的二十万左右 吕家对这位慷慨的客人感到震惊 同时也有些困惑 然而很快 他们从萧大人口中得知了真相 这位中年人并没有真的带来一万钱 他只是在炫耀自己的能力 据萧大人所说 这个人只是配件的一名低级亭长 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 同时也在灰色地带活动 他虽然喜欢夸大其词 但并不是一个坏人 经过这个解释 吕家终于放下了心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吕之的父亲注意到了这个中年人的面向 他是一个擅长下面的人 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个人的面向很不一般 他相信这个人将来会有所成就 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男人 吕老爹非但没有对他粗鲁无理 反而礼貌地邀请他留下来 而且当天晚上 吕老爹把这个陌生人单独叫出来 表达了他想把女儿嫁给他的想法 吕老爹的眼光无疑是精准的 他挑选的男人 后来成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 刘邦 不过关于这件事情 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吕家刚搬到沛县 那位县命作为他们的朋友 表现得过分热心 他的真实目的 其实是为了侵占吕家的财产 或者娶吕家姑娘为续贤或切事 这并非后世史学家的凭空意想 因为在史记中 有过明确的记录 当吕老爹把刘邦送走后 吕智的母亲非常不悦 他质问吕老爹 公是常遇其辞女 吕贵人 推令善公求之不语 何则忘须以留计 从吕智母亲的话中 我们可以推测出 那位县命之前曾向吕老爹求娶过吕家女儿 因此许多人猜测 吕老爹可能因为这一点 决定把女儿续配给刘邦 在吕老爹看来 刘邦在当地有些势力 能对吕家起到保护作用 初来乍到的吕家 需要积累当地的人脉关系 以便在这片土地上立足 在那次宴会上 刘邦的表现让吕老爹认为 他可以不卖县命面子 这进一步让吕老爹觉得 刘邦在本地拥有一定的能力 虽然嫁给那位县命表面上 看似更好的选择 但实际上 那位县命与吕老爹是朋友 因此他的年龄可能非常大 他若想娶吕家女儿 很可能只是续嫌货着那妾 而且一旦把女儿嫁给县令 估计吕家的财产也将被陪嫁过去 所以将女儿嫁给刘邦 以便在当地稳步发展 是一个更为妥当的选择 当然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后世的揣测 无论怎样 在那个宴会上 吕老爹看中了刘邦 并将自己的二女儿吕志 许配给了他 对于吕志来说 这肯定不算一桩美满的婚姻 因为当时的刘邦比吕志大了将近二十岁 并且刘当时虽然尚未婚配 但已经和一个当地寡妇有了私生子 尽管如此 此时吕志似乎别无选择 首先 吕家初来乍到 如果他不嫁给刘邦 吕家很难在当地扎根 其次 他只能考虑嫁给那个先令做妾 然而 这桩婚事已经被他的父亲指定 婚姻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父母手中 吕志自己的选择空间有限 于是 在吕老爹的安排下 年轻的吕志嫁给了比他大近二十岁的刘邦 这不仅是吕家飞黄腾达的开始 也是吕志走向权力巅峰的起点 然而 这也是他一生不幸的开端 在嫁给刘邦之后 吕志发现实际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为严峻 尽管刘邦担任当地的厅长 拥有一点关职 但他对家中的事物从不插手 反而常常带一群乱七八糟的朋友回家摆飘 所有的家务活 包括照顾年迈的刘家老人的责任 都压在了年轻的吕志肩上 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 年轻的吕志虽然心有怨言 但面对生活的压力 他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吕志一边努力维持家庭的正常运作 一边还要面对为刘邦生下两个孩子的忠人 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第二个孩子是儿子 然而 这样的生活对于吕志来说还不是最糟糕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将面临更加艰难的人生挑战 相比之下 之前的那段日子对他来说已经算是相对美好的了 在吕志生下第二个孩子的那一年 秦始皇的世事给秦朝带来了巨大的混乱 继承皇位的秦二世不仅缺乏治国之道 而且沉溺于享乐 这使得秦朝的统治逐渐陷入了危机 正如那句名言所说 实在的一颗尘埃 落在个人的肩上 就是一座大山随着时间的推移 属于吕志的历史尘埃也缓缓落下 当时 刘邦接到了一项任务 负责将一些囚犯送往黎山从事艰苦的劳役 这本与刘邦的家庭无直接关系 他只是一名负责运送的人 然而由于黎山那边的劳动强度过大 囚犯们宁愿选择逃跑 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也不愿意前往黎山 如此一来 作为看守的刘邦自然要承担责任 根据当时的法律 即使他将所有囚犯成功送到黎山 由于人数不符 他最终仍将受到惩罚 因此 刘邦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将所有人都释放了 然后 他带着一部分无处可去的人 逃回了沛县 躲进了盲荡山的深山之中 刘邦的行为虽然冒险 但他与整个老刘家都因此受到了牵连 尽管县里的许多官员与刘邦关系密切 而且县令也与吕家关系友好 但这些行为仍然违反了秦朝的法律 因此 老刘家的所有成员都被逮捕入狱 他们成为了历史尘埃下的一群受害者 在这个时候 县里的那位肖大人适时的开口 为老刘家求情 使得他们免于牢狱之灾 作为刘邦的妻子 吕志也很快被释放出来 不用再带着孩子被关在牢里 然而不久 吕志察觉到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预料 这位县令大人之所以放了刘家 并非因为他与刘邦有交情 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图谋 他想要借刘邦之力 趁情莫乱时起兵谋反 身为文官 他虽然心怀大志 却苦于没有军队 因此 他希望刘邦藏在盲荡山里 帮助他召集流民 组建一支军队 这是一项图谋造反的大事 一旦败露 将会招致严厉的惩罚 甚至掉脑袋的风险 然而此时 吕志显然已无其他选择 如果老刘家拒绝 他们一家都将被逮捕入狱 至少会被抄家伐木 而且吕志作为女人 也无法决定这种大事 因此 接下来的日子里 刘邦在盲荡山里 一边躲避追捕 一边收拢流民百姓 开始组织军队 而吕志则虚带着年幼的孩子 每日做好饭菜 悟行进山给自己丈夫送去 自打吕志嫁入老刘家 他就一直过着苦日子 从未享受过一天的福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日 当陈胜吴广开始起义时 配件也变得骚动起来 县令派人联系刘邦 要他带手下攻打县城 自己则在内应和 让起义在城内顺利展开 然而 就在刘邦即将领军攻城之际 那位县令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原因可能是他认为 刘邦聚集的人数过多 一旦让他进城 自己可能会丧失失权 最后反而成了刘邦的嫁怡 县令的变卦让所有人陷入危机 尤其是老刘家的人 如果起义失败 他们全家人都将被杀光 吕志作为刘邦的妻子 可能会被迫成为奴隶 或直接被处死 甚至吕家也可能受到牵连 在关键时刻 县里的萧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县令临时变卦时 萧和与他的朋友们私下里紧密配合刘邦 他们秘密地在城内准备 为刘邦的起义提供了关键的支持 当刘邦率领他的队伍 试图攻占县城时 萧和和他的朋友们 果断地在城内打开了城门 让刘邦顺利地进入县城 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刘邦起义的成功 而那位县令则因为被信 起义的行为被清理出了 起义队伍最终丧命 起义成功后刘邦被众人推举为这支起义军的领袖 对于吕智来说 这场起义虽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经历 但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试想如果当时刘邦行动稍有迟缓 或者萧和未能及时在城内协助打开城门 那么等待吕智的恐怕只有悲惨的结局 在刘邦成功起义后 佩献成为了他的领地 以此为起点刘邦开始以配向为核心 不断地攻城绿地 扩展他的领土 为了支持刘邦 吕家提供了所需的资金和人手 吕智的两个哥哥和一位妹夫都加入了战场 为刘邦冲锋陷阵 在这一年里 吕智虽然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包括照顾家人的责任和应对刘邦可能失败的恐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历史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如陈胜吴广被杀和项羽在聚入的战斗 渐渐地 佩献周围的秦军被摧毁 但刘邦和他的军队越战越勇 逐渐远离了佩献没有了消息 在那年代 由于通讯手段极其落后 即使像刘邦这样的骑军领袖 也无法随时与家人取得联系 因此渐渐地 吕智失去了与刘邦的联系 他无时无刻不再担忧着自己的丈夫 不知道他的生死如何 为了躲避战略和仇家 吕智只能带着老刘家的人过着咄咄苍苍 提心吊胆的生活 这时 刘邦留下的一位门客审时期 便成为了吕智的得力助手 帮助他处理家中的事务 乱世之中 吕智对这个男人产生了特别的情绪 尽管这种情感无法向他人诉说 也注定不会有结果 一年多以后 吕智听说骑军取得了胜利 刘邦带领军队成功打进了关中 并被封为汉王 然而 刘邦并没有在这之后接走老刘家的人 直到后来 吕智才明白其中的原委 当时的刘邦 同样身处困境 他需要亲自率领军队平定汉中地区 而这一地区偏远且荒凉 距离沛县非常遥远 此外 当时正直论是 刘邦希望能在稍微安稳一些之后 再派军队来接家人 在这场历史上重名的楚汉战争中 吕智作为刘邦的妻子 不幸的被项羽俘虏并作为人质 在他的囚禁生活中 吕智一直处于极度的恐惧和不安重 每天都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然而 项羽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他并没有对吕智进行过多的人身伤害或者侮辱 在这两年底 吕智虽然是人质 但是他的待遇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不错的 直到刘邦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项羽提出要议和 这就是历史上重名的鸿沟合一 作为和平的代价 项羽释放了吕后和其他刘家人 吕智终于得以重获自由 吕智重获自由后 惊觉自己与刘邦的关系已经发生巨变 在过去的两年里 刘邦的新欢欺夫人已成功上辈 并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而吕智的儿子刘盈虽然名义上仍是太子 却被刘邦到岳阳 无人关注 此外 吕智还听闻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 再一次战斗中 刘邦败下阵 为了逃命 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踢下马车 完全不顾骨肉之情 若不是刘邦的车夫夏侯英拼死相救 吕智的孩子们可能已经命丧皇权 这一系列变故让吕智深感痛苦与无助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除此之外 吕后发现刘邦此时对他已无爱意 相较于经历了数年困苦岁月的吕智 刘邦对欺负人所生的刘如意更为喜爱 甚至有了废除刘盈 改立刘如意为太子的打算 在得知这些事情后 吕智的心灵开始逐渐变得黑暗 他开始对权力和掌控产生强烈的欲望 冰边的冷酷无情 在经历了诸多苦难之后 一位原本成真的女子终于学会了权谋之术 这不是因为他天生就懂得这些 而是因为他明白 如果不懂得这些 他很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一旦刘盈的太子地位被废 他就会面临死亡的危险 从这个时候开始 吕智踏上了权谋之路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历经磨难 变得欲加脚下和国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吕智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地位 大力拉拢泰国功臣 同时排斥一几 通过他的操作 刘邦一直未能找到机会 废掉太子刘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吕智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并赢得了更多朝臣的支持 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狡猾和附黑 刘邦去世后 刘盈顺利登基 而吕智则以太后的身份 开始干预朝政 此时 他身上的压力和阻碍 已经完全消逝 于是他开始对那些 曾经反对他的人实施报复 展现出他狠辣残忍的一面 成为后世所熟知的吕智形象 在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 吕后历经了无数的苦难 这些苦难让他变得冷酷无情 但也可以说 是这些苦难塑造了后来的吕后 想象一下 如果吕后没有经历那些艰难困苦 如果吕家没有被迫离开家乡 如果他没有遇见刘邦 那么现在的吕智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贤妻良母 而不是那个心狠手辣的吕后